到底該怎麼處理呢 不能沒有實化 還是說一定可以把它秉除 實化是某種程度是一定需要的 可是我們來看新加坡 我說一個國家的產業政策非常重要 台灣曾經是亞洲市小龍之首 現在新加坡的大學畢業生 薪水是七萬二台幣了 從我們贏過他們到現在他們 大學畢業生七萬二台幣 他們整個國家的產業政策 絕對不是實化嘛 而且實化只是占它一小部分而已嘛 台灣有這麼多優秀的人才 台灣應該在全球布局裡面去規劃出來 什麼樣的產業政策 最簡單的就是實化嘛 它某種程度污染 其他國家不見得那麼歡迎嘛 除非很多的國家 連大陸沿海一帶的地區呢 它的重量都覺得說高污染的產業不要了 所以他們會規劃出來 什麼樣的有產值的競爭力的產業呢 去大力去投入嘛 我覺得台灣應該全面的 從國土整體的規劃 包括台灣競爭力 在哪個產值的規劃呢 整體發展下去 要不然國光實化沒有了 當初也是規劃它有很多產值嘛 沒有就沒有了 但是要用哪一塊來補 那目前這個情況呢 應該有了實化 你沒有辦法把它完全停掉 但是它的安全 包括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 應該有了SOP 要怎麼樣來做 我覺得是現在耽誤自己 好 就現在這個管線有破損了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不太好處理了 就是說現在有學者建議啦 不管是走什麼山海線啦 或什麼 這成本都太大了 好 我覺得都不容易處理 但是這很可怕 這好像要這些民眾呢 這個抱著汽油桶啊 坐在這個火堆上的感覺 就是隨時都有可能發生這個危險 所以我覺得不容易處理 但是他們要想出一個辦法 但至於你說那個產業 它其實很忙